吃饭时只要专心就能招来好运哦 在这个讯息飞奔的行动世界中 比起以往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更加快速 也更加难以捉摸 据研究指出 人的一天会出现约六万次无意识的想法以及念头 为了应对这些乱七八糟的思绪 静坐 冥想 瑜伽 气功等等 都是安顿身心的很好方法 除了上述的方法之外 还有一个更简单更方便的方法 那就是好好的专心吃饭 只要在吃饭时聚焦食物的味道 你的世界就会有180度的完全改变 当我们在吃饭或品尝任何一件食物时 只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食物本身 看是什么食材的组合 闻起来有什么香味 尝起来的口感如何 只要将注意力集中在现在 当下 眼前 前所未有的幸福感 就会瞬间倍增 我们自己的磁场也会随之改变 进而吸引及显化出我们最想要的结果 意识创造实相 面对同样一件事 有人可以带着笑容 从容放松的面对 而有些人则是严肃紧张 扳起脸来的应对 虽然是同样一件事 不同的面对及处理方式 也会创造不同的人生 吃饭时离开手机 专注于眼前的食物 感受食物带来的幸福感 餐餐练习 相信不久的将来 你所要的都会如实呈现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